第四十三回 智宁术甲镇复卫 老竹舞坠成睡琴 话说周湘王受朝已毙 欲返洛阳 众诸侯宋湘王出和阳之境 救命先灭 押送卫侯与京师 使卫成功有危急 晋文宫使随行依言 与卫侯同行 假以士吉为名 使使之镇杀卫侯 以谢凶中之分 若不用心 必死无赦 又吩咐先灭 坐吉在意 了事之日 一同依眼回话 湘王行后 众诸侯未散 晋文宫曰 寡人奉天子之命 得专征伐 今许人一心是楚 不通中国 王驾再临 诸侯驱走不暇 映阳密尔 智若不闻 怠慢莫慎 愿邪诸君问罪于许 众诸侯皆曰 竟从君命 使晋侯为主 其宋 鲁 菜 陈 秦 举 朱 八国诸侯 鸡帅车徒听命 一起向颖阳进发 只有郑文宫节 原是楚王阴党 俱进来复 见晋文宫处置曹魏太过 心中有不平之意 思想 晋侯出王之时 自家也藏失礼于他 看他亲口许复曹魏 勿自不肯放手 如此怀恨 未必便忘情于郑也 不如且留楚国一路做个退步 后来患难之时 也有个依靠 上清书瞻见郑伯愁处 似有背进之意 遂晋见曰 尽性辱收正义 君勿二也 而且获罪不赦 正伯不听 使人扬言国中有义 拖延祈祷 遂辞尽先规 因使人通款于楚曰 晋侯勿许之逆就上国也 曲率诸侯将问罪焉 寡君为上国之威 不敢从兵 敢告 许人闻有诸侯之兵 一遣人告急于楚 楚成王曰 无兵心败 勿与晋争 似其宴兵之后 而求成言 遂不许就 诸侯之兵 围了颖阳 水滴不漏 使曹公公乡上及五路城中 不见晋侯设令 欲求能言之人往睡晋侯 小陈侯弄 请携众路以行 曹公公许之 侯弄闻诸侯再许 静智颖阳 欲求见晋文宫 使文宫以积劳之故 阴染寒疾 梦有衣冠之鬼 向文宫求识 斥之而退 并是欲加 卧不能起 方兆太补郭炎 瞻问吉凶 侯弄遂以金箔一车 置于郭炎 告之以情 使借鬼神之事 为曹求解 须如此嫩般禁言 郭炎受其惠主 许未讲解 既见晋侯世之以梦 不挂得天择之相 因便为阳 眼现遥于文宫 其词语 因即生阳 折宠开张 大赦天下 中古堂堂 文宫 文宫问曰 何谓也 郭炎对曰 以卦何之余梦 必有诗四之鬼神 求赦于君也 文宫曰 寡人于四世 有举无废 且鬼神何罪而求赦也 演曰 以臣之余夺之 其曹护 曹书震夺 闻之昭也 尽先君堂书 武之墓也 惜齐桓公为惠 而方行为异性之国 谨君为惠 而灭曹魏同性之国 旷二国 以蒙许夺已 见土之蒙 君复卫而不复曹 同罪亦罚 镇夺失四 其见梦不亦疑护 君若赦曹博 以安振夺之灵 不宽人之令 享忠古之悦 又何疾之足患 这一席话说的文宫心下豁然 绝并是顿去其半 即日遣人 召曹博乡于五路 使父归本国为君 所必颂国填土 亦土还之 曹博乡得势 如龙鸟得祥于萧汉 剑园 复生于林木 即同本国之兵 屈致颖阳 面谢晋侯复国之恩 遂协助众诸侯为许 文宫并 文宫并亦 许兮宫见处就不至 乃面富贤弊 向晋军中起降 大出金箔靠军 文宫乃与诸侯解围而去 秦木宫临别 与晋文宫相约 一日若有军旅之事 秦兵出 晋必住之 晋兵出 晋必住之 彼此同心协力 不得做事 二军相约已定 各自分路 晋文宫再半途 闻郑国前史父通款于楚 勃然大怒 便欲宇宇宾罚政 赵崔建曰 君玉体榨平 未可洗牢 且士族久必诸侯皆散 不如且归 休息一年 而后徒之 文宫乃归 画分两头 代表周湘王回至京师 群臣夜见称赫必 先灭其首至晋侯之命 其以卫侯赴司寇 使周公月为太宰秉证 月请及卫侯与管舍听其修行 湘王曰 至大狱太重 设公管太轻 乃于民间控房 别利求是而优之 湘王本欲保全卫侯 只因晋文宫十分愤愿 又有先灭尖压 恐服其意 故优之别是 名为求尽 时宽之也 宁树紧随其君 勤处避邪 一步步离 凡饮食之类 必侵偿过 方才尽用 先灭催促一眼数次 乃宁树防范甚密 无处下手 一眼眉hind瘦 只得以实情告于宁树约 禁君之强明 子所知也 有饭必诸 有怨必报 烟知此行 ờ使奉命用震 不然严且得罪 焉将为托死之冀 子勿欲知可也 宁树复尔言曰 子既剖腹心已叫我 敢不屈为子谋虎 子之君老矣 远于人谋而近于鬼谋 近闻曹君霍佑 特以巫使一言 子若薄其阵已近 而拖延鬼神 君必不罪 寡君当有薄献 一言会议而去 宁树夹以卫侯之命 向眼取药酒了及 隐秘至宝玉一寒 眼告先灭曰 卫侯死期置已 遂条阵余殴已近 用毒甚少 砸他药已乱其色 宁树请长 眼阳不许 抢逼卫侯而灌之 才灌下两三口 眼张目仰看亭中 忽然大叫倒地 口吐鲜血 不省人事 扑殴余地 镇酒狼藉 宁树故意大惊小怪 命左右将太医扶起 半赏方苏 问其缘故 宁树言曰 方灌酒时忽见一神人 身长杖鱼头大如虎 庄树威严自天而降直入世中 言奉唐书之命来救卫侯 遂用金锤击落九殴 使我魂魂魂 魏侯自言所见 与眼相同 宁树扬怒曰 如原来用毒已害无君 若非神人相救 即不免已 我于如意不拒生 即奋毙予严斗 左右为之劝解 先灭文其事 亦非嫁来事 魏宁树曰 如君既获神佑 后路为爱 灭当富于寡君 魏侯福镇 又薄又少 以此受毒不深 略略患病 随即全安 先灭于一眼环境 将此事回复文公 文公信以为然 舍一眼不诛 时辰有诗云 朕久和鸣 独魏侯 慢叫一眼遂词殴 文公怒气 虽如火 怎脱今朝 宁武谋 却说鲁熙公 远与魏世相亲目 文德一眼 尽朕不死 晋文公不加责罪 乃问于脏孙臣约 为侯尚可复乎 臣对约 可复 西宫约 何以见之 臣对约 凡五行之用 大者假兵辅月 次者刀具钻鑿 罪下鞭脯 或臣之原也 或似之世巢 与百姓共鸣其罪 今晋侯余位 不用行而思赈焰 又不诛一眼 是会杀魏侯之名也 魏侯不死 其能老于周乎 若有诸侯请之 尽必赦位 魏侯复国 必亦亲于鲁 诸侯谁不送鲁之高益 西宫大喜 使脏孙臣 先以白币时双 献于周湘王 魏魏求解 湘王曰 此尽侯之一也 若晋无厚言 朕何物于魏君 陈对曰 寡君将使臣哀请于晋 然非天王有命 下臣不敢自网 湘王受了白币 明是一允之意 脏孙臣随到晋国 进了文宫 亦以白币时双为宪 曰 寡君与魏 兄弟也 魏侯得罪君侯 寡君不遑宁楚 金文君 已是曹伯 寡君愿以不田之父 为魏君赎罪 文宫曰 魏侯已在京师 王之罪人 寡人何得自专户 脏孙臣曰 君侯代天子 以令诸侯 君侯如是其罪 虽王命又何疏也 先灭尽曰 鲁亲于魏 君为鲁而侍魏 二国交亲 已赴于尽 君何不利焉 文宫许之 即命先灭 再从脏孙臣如周 共请于湘王 乃是魏成功之求 放之回国 时元宣已奉公子霞为君 修成善辈 出入极察慎言 魏成功恐归国之日 元宣发兵相聚 密谋于宁术 术对曰 闻周传野秦 以雍子霞之功 求为清而不得 忠怀愿望 此可结为内缘也 臣有交后一人 姓孔明达 子人乃宋忠臣孔府之后 胸中广有经伦 周也二人 亦是孔府相识 若使孔达奉君之命 以轻卫淡二人 使沙元宣 其余据不足据矣 魏侯曰 子为我密智之 若事成 轻卫故不吝也 宁术乃使心妇人 一路扬言 魏侯虽蒙宽氏 无言回国 将往楚国避难矣 殷取魏侯首书 傅孔达为信 叫他司节周传 也仅二人 如此嫩斑 传锦相语谋曰 元宣每夜必亲自寻城 承伏兵于承阴隐处 突起刺之 因而杀入宫中 并杀子侠 扫清宫氏 以迎魏侯 公无处我二人上者 两家各自约会家丁 埋伏停荡 黄昏左侧 元宣寻至东门 只见周传也秦二人 一起来迎 元宣经约 二位何谓在此 周传言 外人传言 故君已入魏境 但晚至此 大夫不闻呼 元宣恶然 曰 此信从何来 也秦曰 闻宁大夫有人入城 曰在位诸臣网迎 大夫何以处之 元宣曰 此乱言 不可信之 况大魏已定 其有富嬴顾君之礼 周传曰 大夫身为正卿 当动官万里 如此大事 尚然不知 要你责慎 也秦便拿住元宣双手 元宣急待挣扎 周宣手拔佩刀 大喝一声 劈头砍来 去了半个天灵盖 伏兵齐齐 左右一时惊头 周传也秦 率领家丁 沿途大呼 为侯引其鲁之兵 县及城外矣 而百姓各宜安居 勿得扰动 百姓家家庇护 处处关门 便是为官再朝的 此时也半依半信 正不知什么缘故 一个个袖手静坐 以待消息 周传也秦二人杀入宫中 公子氏方与其弟子宜 在宫中饮酒 闻外面有兵便 子宜拔剑在手 出宫探信 正欲周传 亦被所杀 寻觅公子氏不见 宫中乱了一夜 至天明 方知子氏 以头井中死矣 周传也秦 将魏侯首书 绑于朝堂 大吉百官迎接魏成功 入城赴魏 后人论宁吾子 能委屈以求赴成功 可谓置矣 然 使当此之时 能欲知让国于子侠 侠之魏君之规 未必引兵相聚 或退居臣魏 岂不两全 乃到周传也秦 行习取之事 遂及适逆 骨肉相残 虽未成功之薄 无子不为无罪也 有诗探曰 前驱一史正寒冤 又破新君赴景权 终始贪残 无见祖 千秋空说宁树贤 未成功复位之后 择日迹享太庙 不复前约 封周传也秦 并受轻职 使之福轻福 陪祭于庙 逝日五谷 周传升车先行 将及庙门 忽然目睛反噬 大叫 周传穿于小人 舍使奸贼 我父子尽忠谓国 如贪轻味之荣 戕害我命 我父子含冤九泉 如胜福陪四 好不快活 我拿你去见太书及紫霞 看你有何理说 无乃尚大夫 袁宣世也 言必 酒窍流血 将死车中 也秦厚道 痴疑大惊 慌忙脱卸轻浮 脱言重寒而返 未成功至太庙 改命宁树孔达培寺 环朝之时 也秦辞觉表彰已至 魏侯之舟传死得稀奇 遂不抢疾寿 魏逾越 也秦亦病死 可怜周也二人 只为贪图轻卫 干此不义之事 魏向一日荣华 徒寿千年唾骂 岂不愚哉 魏侯以宁树 有保护功 欲用为上清 术让于孔达 难以达为上清 宁树为亚清 达为魏侯画策 将宣霞之死 稀推在已死周传 也秦二人身上 前使往谢晋侯 晋侯以赴之不问 时周相亡十二年 晋兵已休息碎鱼 文公一日作朝 为群臣曰 正人不理之仇未报 今有被尽款处 吾欲和诸侯问罪何如 先诊曰 诸侯屡秦已 今已正故又行征发 非所以敬中国也 况我君行无缺 将士用命 何必外求 文公曰 秦军临行有约 必与同事 先诊对约 正为中国燕侯 故其还欲罢天下 美征正也 今若使秦共伐 秦必争之 不如独使本国之兵 文公曰 正临近而远秦 秦何利焉 乃使人以兵器告秦 约于九月上旬 同级正境 文公临发 以公子兰从行 兰乃正伯节之树地 向年陶近 视为大夫 即文公即位 兰周旋左右 终谨无比 故文公爱尽之 此行 盖于戒为向导也 兰此曰 臣文 君子虽在他乡 不忘父母之国 君有讨于正 臣不敢遇其事 文公曰 亲可谓不被本矣 乃留公子兰于东比 自此有扶持他为正君之意 晋师既入正境 秦穆公亦引着谋臣 百里西 大将孟明氏 副将其子 庞孙 杨孙等 车二百圣来会 两下河兵攻破正交 直逼驱尾 驻常为而守之 晋兵赢于寒陵 在正城之西 秦兵赢于泛南 在正城之东 游兵日夜巡景 桥彩巨断 荒得正文公手足无措 大夫书瞻晋曰 秦晋和兵其事甚锐 不可与争 胆得以舍变之事 网税秦公使之退兵 秦若退兵 正是已孤不足为矣 郑伯曰 谁可网税秦公者 书瞻对曰 一只狐可 郑伯命一只狐 狐对曰 臣不堪也 臣愿举一人以自带 此人乃口悬和汉舌摇山岳之事 但其老不见用 主公若家以官爵 使之网税 不患秦公不听矣 郑伯问 是何人 胡曰 考成人也 姓竹明武 年过七时 事政国为与政 三事不牵官 其主公家里而遣之 郑伯遂照主武入朝 见其须眉尽白 与履其身 蹒跚其步 左右无不含笑 主武拜见了郑伯 奏曰 主公赵老臣何事 郑伯曰 一只狐言子舌便过人 欲凡子遂退秦师 寡人将与子共国 主武再拜词曰 臣学书才卓 当少壮时 尚不能建立尺寸之功 况今老茂 今历季节 语言发传 安能犯言尽税 动千圣之听户 郑伯曰 子事政三事 老不见用 孤之过也 今丰子为亚清 强为寡人一行 一只狐在旁赞言曰 大丈夫老不欲识 伪之于命 谨君之先生而用之 先生不可在此 主武乃受命而出 十二国围城甚及 主武之秦东进西 各不相照 事业命壮士以绳索 坠下东门 敬奔秦寨 将士把持 不容入见 武从营外 放声大哭 营历 秦来 并见木工 木工问 是谁人 武曰 老臣乃正之大夫 主武是也 武功曰 所哭何事 武曰 哭正之江王尔 武功曰 正王 汝安德在无寨外 豪哭 武曰 老臣哭正 坚毅哭秦 正王不足兮 独可兮者 秦耳 目工大怒 赤曰 武国有何可兮 言不合理 即当斩首 武面无巨色 叠着两个指头 指东化兮 说出一段厉害来 正是 说时时汉 皆开言 道破倪人 也点头 红日昭生 能夜出 黄河东势 可稀流 主武曰 秦晋 何兵临正 正之王 不带言矣 若王正 而有意于秦 老臣又何敢言 不为无意 又且有损 又且有损 君何谓 劳实废财 以供他人之义户 目工曰 如言无意有损 何说也 主武约 正在晋之东界 秦在晋之西界 东西相聚千里之遥 秦东隔于晋 南隔于周 能跃周晋 而有正乎 正虽王 持土皆晋之有 于秦何欲 扶秦晋两国 比临并力 势不相下 晋亦强 则秦亦弱矣 为人兼帝 以自若其国 智者 记不出此 且晋会共 曾以河外 五成许君 记入而玄备之 君所知也 君之师于晋者 累世矣 曾见晋 有分毫之报 于君呼 晋侯自复国以来 增兵涉降 日务兼并为强 今日拓地于东 既云正义 一日 彼此拓地于西 唤且集秦 君不闻 于国之士乎 假于君已灭国 选反歌而中于 愚公不智 住尽自灭 可不见在 君之师尽 既不足事 尽之用勤 又不可测 以君之贤智 而干堕尽之术中 此臣所谓 无异而有损 所以痛哭者 此也 木工静听良久 悚然动色 频频点头曰 大夫之言 是也 百里西进曰 主武便是 欲离无两国之好 君不可听之 主武曰 君若肯宽木下之为 定立盟事 弃处祥秦 君如由东方之势 行礼往来 取己于政 由君之外府也 木工大跃 遂与主武 煞穴为事 凡时 其子旁孙 杨孙三将 留足二千人 助政束手 不告于晋 密地 班师而去 早有探计 报入晋营 文工大怒 胡眼在旁 请追击秦师 不知文工从否 且看下回分解